在日常衣食住行工作上 然後保悅輪修煉成功後的人 在日常衣食住行 即工作上 用心方式 與一般普羅大眾的用心方式 差異為何 這個前面第一個問題裡 我稍等這兒講了這個問題 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活菩萨 活神仙 也就是说在密法里面 称之为法王的人 他跟我们十宿人有什么不同 你们肉眼凡胎看起来 是都一样的 他也是个人 他也上厕所 也拉屎尿尿 也吃饭 也有人间的欲望 你们看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得者自得 真正得道的高人 真正修成的高人 他注视传法 注视教化众生 他是知道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他这个不一样在哪里 就是不然 这个普通人做事情 跟事情粘在一块的 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的心就专注在这个事情上 别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这个 圣者做事情 他也在做事情 但是 他是 去组猪猿的方法来做事情 我这个要炒菜 这里面少盐 我加点盐 少酱油 加点酱油 少水 添点水 少菜 加点菜 少什么 我加点什么 最后做出来的菜 是一个可口的饭菜 这就叫 巨组猪猿 而不是在目的上 我一定要让这个菜好吃 我一定要让这个菜好吃 那么食素人做事 是在菜的结果上 不停地在那想象 不停地在那追求 在追求的过程中 忘了去聚组猪猿 没在猪猿上下功夫 而是在那个结果上 用了急功近利的方法 去追求那个结果的成就 结果你这些缘都没有 你做出来的菜 又少盐 又少酱油 又少 这个 各种各样的调味品 你最后火候也不够 或者火候也过了 那最后这道菜 怎么能好吃呢 所以说菩萨为淫 众生为果 是这个道理 菩萨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活在人间做事情 他在因地上做 在剧组猪猿上做 把握住在做因的时候 然后都是正的 善的 无恶的 那最后接触的果子 就是甜的果子 幸福的果子 美好的果子 众生是 只是想得到那个美好的果 在做因的过程中 而没有偷懒不去做 或者过分地去做 或者是什么 偷机取巧地去做 然后结果 因地不真 果地与毁 结果和你想象的完全相反 这就是圣者 八地菩萨 以上的菩萨 活在人间 做人和食素人 他的不同 他只是负责 剧组猪猿 在剧组猿猿的时候 以善正的 这个心态 来把握猪猿的成熟 而不去挤功尽力地追求结果 说是不执着 也不去妄想 食素的众生 是妄想了之后 去执着自己的妄想 只想妄想得到那个结果 比方很多人 希望拿高薪水 我在你这工作 我就要拿高薪水 我在任何的公司工作 要拿高薪水 这个没什么不对的 人往高出走 水才往低出流 那你要拿到高薪水 你又没想想 你在公司里 做的每个月的工作量 创造的价值 够不够你自己的 你拿三千的薪水 那你在这个公司 创造的价值 给这个创造的价值 你是不是够三千 这是结果吗 如果是说 我够了 我这个月 我给这个公司 创造了三千的价值 你的薪水又是三千 那公司要你干什么 等于说 你只为自己在工作 你没有为这个集体在工作 没有为这个公司在工作 没有为公司创造价值 没有为投资在这个公司的 股东创造价值 你是一个大自私鬼 只是管自己的那一份 你没有管这个平台 这些投资人 这些所有的拥护这个平台的人 应该得的那一份 是不是 那么你给公司创造六千 你拿三千还可以说得过去 说你想拿六千的薪水 那你要给公司创造一万二的价值 你要拿一万二的薪水 你要给公司创造两万四的价值 这是什么 这就是菩萨工作 和石素人工作的不同 石素人我不管 我在这是老资格 我熬 我都熬到今天了 你凭什么新人 给人家那么高的薪水 我来你就干了好多年 你还不涨我薪水 这是凡夫 一大凡夫 薄地凡夫 你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地方 我这是拿一个 石素的一个薪水的果 来讲因的 所以老师 我很努力的 我在这一点没有偷懒 你没有偷懒 要拿结果来说话的 是你做出了多少的果 人家分一半给你 这已经够多了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我们石素人和菩萨做事情 它是不同的 活菩萨 活法王 他做事情 他是在阴地上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所以是 那么在阴地上 把握自己 最后果地上 自然获得 自然结果了 众生是在果地上拼命地追求 阴地上稀里糊涂 乱七八糟 呼叫蛮缠 最后想拿到那个胜利果实 你这是强盗 你不是做任何的付出 你想分人家的胜利果实 凭什么给你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差距 所以我们阴地不真 果地与毁 要重视在阴果 阴果上面下功夫 阴地上下功夫 正其心 成其意 修自己的德恨 德行 所以是德哲自得 你的道德水平越高 你越无私无我 你最后你的收获是越高的 这就是一个自然的法则 即便是显台世界里 不以有形的资金 有形的价值付给你 你在无形世界得到的更多 然后你在能量世界 得到的更多 那能量是可以转世的 你不用担心不公平 说这个世界 拼命地想把自己的劳动成果 换成现金的人 是一大凡夫 菩萨是拼命地做 不换成食宿的果报 释迦牟尼 老子 孔子 耶稣基督 穆罕默德 这些圣者 他们在耕耘的时候 从来不问收获 没有房地产 没有高楼大厦 没有银行存者 释迦牟尼做那么多 还去脱博 还不让大家给他发工资 这就是我们人间的楷末 这就是圣者所作为 所以大家知道 我们是在无为法中 当你修到超越第八意识 能够二十四小时 使用自己的清净明德 清净明先 是第九真先 这个法界体性制 这个圆明灵觉制 在做世间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一大菩萨 这个时候你洞察因果 明晓是非 所见都是实相 万法之实相 万事之实相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就是什么 我们真正修成保月轮 到了八地菩萨 以上的菩萨们 和我们十素人 做事是不同的 但是肉眼凡呆者 见的是见不出来分别的 这就好像一个小学生 看中学老师 你不能够评判 哪个老师好的 看大学老师 你更看不懂了 反倒是你上了高中 回来再看小学老师 你就知道哪个老师好 哪个老师不好 你到了大学 成了教授了 再来你都有资格 评判中学老师 哪个厉害 哪个不厉害了 所以大家要超越 要到了那个境界 往下看 不要在凡夫地上 往上看 古人说 以小人之心 读君子之福 你要以君子之心 看天下事 不跟小人斤斤计较 这就是君子 君子就是用的 古代的君子 就是用原神思维的人 叫君子 小人 就是用八十心思维的人 都是小人 因为是凡夫 脖地凡夫 君子都是圣贤 达到了无我 无人 无违法 处世的这样的高人 才叫真正的君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